婚礼时间 丢乐的自画像 这是这位伟大的德国艺术家 绘制的众多自画像当中的第一幅 完成于1493年 艺术家返回故乡纽伦堡以前 在从巴塞尔赶赴斯特拉斯堡的旅途中 现在这幅画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 我们看到画面上 在深黑色的背景当中 丢乐的形象被清晰地勾勒 流露出自信的气质 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流畅的笔触和斑斓的色彩 赋予了画中人物敏感和柔和的特征 丢乐早在13岁的时候 就开始画自画线素描 说明他很早就有观察自己 记录自己的意图 也为西方美术的自画像 肖像画开启了传统 惠灵时间 法国巴黎